第十題 一个带电体带有0.1库仑的负电 关于上述引号中带电体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 而原子通常呈电中性 也就是带正电的直子跟带负电的电子的数目一样多 而东西会带正电是因为失去电子 而使得正电的总电量大于负电的总电量 而会带负电是因为得电子 所以带负电的总电量会大于带正电的总电量 所以第十題我们说 关于上述引号中带电体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带电体上负电荷的总电量大于正电荷的总电量